歡迎回到1600股民開場 我想問一下蕭光澤老師 就從大盤來觀察 我們當然知道今天大盤碟 是因為本土外加這個 亞洲的疫情有爆發的跡象 對不對 但今天很多投資人想問 今天情勢那麼不好 我們台股還流了下影線 代表說我們真的比別人還要強嗎 今天流下影線是因為美股還強 如果美股昨天是 上禮拜五是跌的話 可能這個下影線就拿不上來 因為美股還強 外資就算賣今年只賣100多億 所以它就不會很激起的 往下去大賣 當它沒有大賣 如果大家情緒還覺得 這疫情就是短期的增大 有一些逢低買盤 就會有一個下影線出來 所以我們還是要去判斷 這個疫情是不是只影響一天 接下來行情要往上漲 往下落 自己美股還是主要的 觀察的一個重點 好 我們從美股的一個角度 來看 例如說跟台股 納斯達克關聯度比較高的 上週五雖然有一點漲不動 但是它就是在這個形態的壓力 已經接近了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最高點 到昨天的收盤點位來看的話 它大概距離還有12.34% 這裡我是在上週 我跟大家談到 為什麼上週我美股大漲 不能漲 它原來是在這裡 短期來看比較強的是在標普法 就是說以進入美股的資金 還是偏向比較保守型的 這個風險比較高的 反而沒有那個資金 願意再大力去往上漲 這也是為什麼標普談得比較兇 以標普來看 它上週五還是漲的 道全文也是漲的 納斯達克跟費爸 已經稍微有點漲不動的現象 那以這個標普最高點到昨天來看 它的距離5.71% 好 那就談到 到底美股是一個反轉走多 還是一個反彈 那其實要從台股來看 因為台股是上週五跟大家談到 上週五的高點 離最高點大概只差了4點多吧 對 也就是說這個距離 比美股的任何一個指數都還要短 對 好 所以如果說這個行情是反轉 應該上週五就漲上去了 而不是出現上週五 這樣你可以限 那今天當然你可以歸咎於是疫情 但是我們就線論線來講 既然它在這邊封閉了缺口之後 你看不到有一個多方的成交量出來 它就不排除是一個反彈 那如果是反彈 它已經達到了滿足 把這個空方缺口封閉了 所以萬一在接下來 不管是不是有疫情 還是有什麼利空都好 只要成交量它沒有辦法出現 一個多方的量能潮 你就要去小心會不會這邊 就是一個行情反彈的滿足 所以上禮拜 上禮拜一直跟大家談到 好 不要看台股最近這麼強 你如果持股比較高的 利用反彈達到滿足 那稍微降低一下持股 好 老師一直提醒大家 畢竟量目前還是比較不夠的 買方的心態比較光旺 這個禮拜還要遇到 清明節色店連假 所以要增量可能會稍微有難度 尤其是如果說你寄望這裡 要再把缺口突破往上去漲 因為兩檔股票很關鍵 對 我們看一下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在上週五 接近到六百塊 我是不是跟大家談到 禮拜五那個利多 其實對台積電它不是利多 因為英特爾要跟那個 NVIDIA跟英特爾合作 造成半導體股大漲 所以對台積電來講 它是少一個科目 對它不是利多 所以上週五跟著這個 美國的費城半導體的股票 去漲上來 但是我跟大家提醒 它有可能是一個反彈的高點 所以今天往下跳 那很簡單就是 台積電這一波上來 它也是沒有量的 對 如果說它要突破這個壓力 次幣也要增量出來 現在來看沒有 如果說它沒有辦法突破壓力 你就要去小心 萬一這個支撐再跌破呢 跌破它可能就是反彈結束 再把空方圈缺口封閉 它又可能再往下掉 尤其是接下來的趨勢 就是晶圓代工的一個 各國的資質化 這個趨勢慢慢會成形 對台積電大狀況 大範圍的狀況 它是越來越不利 另外的是聯發科 聯發科今天已經測到950了 已經測到這個多方缺口了 在上個禮拜 行情指數持續拉 它沒有辦法走強 是持續往下落 所以如果說聯發科 沒有辦法去走強 那代表的是 台股其實你要寄望 它出現一個多方的攻擊量 就比較不容易 那一樣 它也是一個反彈的過程 是持續量縮 所以就這兩檔主要結構來看 台股應該是以反彈的結構為主 所以才是提醒大家 稍微留意一下 反彈結束後的風險 好 今天看到盤面上面的資金 有一個族群算是滿抗跌 甚至都在盤上 那就是比特幣 比特幣現在到底是反彈還是回升 因為之前上禮拜 傳出來說顯卡的價格大崩跌 讓很多的顯卡廠商 遭受滿大的壓力 即便發的鼓勵很好 也沒救 可是這個時候 普丁說在開放大家用比特幣 買這個石油跟天然氣 老師 比特幣感覺 感覺短線上面滿強的 那我們如果說短線的資金 強塊錢可以往這個族群來找嗎 對 那你就要以比特幣為主 因為比特幣在週日 在上週 在昨天週日 它一天大漲了5點多% 它把這個景線做突破 所以就技術面它是轉強 對 但是有一個重點是這邊 畢竟有一個比較大的 套牢反壓區 如果說這個比特幣短線上 可以因為利多繼續往上去走 那你可能短線資金 你可以往這裡來 萬一今天晚上就面臨到 這邊的重大反壓就漲不動了 對於利多支反應一兩天 那你可能就要小心 你今天如果去追 這個所謂的板卡山雄 可能就會有最高的風險 好 那我們就操作的一個重點來看 今天像這個漢訊 龍頭漢訊 它今天其實它剛好來到這個中走位置 這邊是一個區間 來到中走位置 如果說它比特幣可以再走強了 那你可以可能可以 希望它短線可以來挑戰這個壓力 萬一今天不漲了 那你就要小心它可能一天的反彈就結束 好 那下面兩檔更多 這兩檔利台的話也是一樣到中走 這個區間的中走 也是中中 好 那如果比特幣可以去漲 你可以希望它還有這個空間 那萬一比特幣不能再漲 那可能就是反彈結束 那最大的重點就是 這個本益比較高的清雲 它今天幾乎已經漲不動 好 那它如果是一個預期 這個行情會持續往上走 今天清雲應該不會走成這個樣子 所以當清雲有這個現象 那你今天去追高這三檔 比特幣三雄的Huntland 你就稍微留意一下 小心喔 好 搶快錢 也是要看一下指標股的表現 那剛才老師講到 聯發科的股價 獲利這麼好 北益比這麼低 但是它已經漲不太動嗎 這對於高價股 可能會有一點點資金 撤出的風險對不對 對 我在上禮拜就一直跟大家提醒 如果說聯發科沒有辦法存為千元 所有高價股 你都要去小心這種籌碼 鬆動的現象可能會擴言出去 好 那最大的重點就是 就是在這個 這個所謂10年級公債值率 已經飆到2.5以上 今天再創新高 那美元今天也幾乎要創新高了 這個對於今天晚上 美股都會比較有一點壓力 這個比較有一點 好 那第一個出現籌碼鬆動的 就是負方美 負方美在今年1月份 這個進入到今年 它就一口氣腰炸 對 完全沒有任何的一個反彈的一個跡象 好 那這個狀況就拖延出去 我想我們帶大家看這些高價股 就是要跟大家談到 以這種狀況 台股可能它真的不是多頭 那既然不是多頭 那這些高價股 你都要去小心這個本益筆的修正 例如說這樣 股王犀利也是腰斬 對 好 這邊有幾點稍微反彈 到這個壓力區 它也往下落 所以它是一個技術面的反彈 空方的趨勢還是持續存在 另外像利旺也是一樣 好 利旺也是一樣 好 利旺它這邊下來 也已經接近腰斬 那這一波反彈 這個阻力位也是過不去 慢慢的你要小心它要破低 又往下落 好 那另外看在大家比較多人有的 對 因為這本益比高 那我本益比低 這麼好的IC設計股呢 對 大家 我們一般投資人比較有的 像那種什麼利旺 心力這麼高的不會有 但是這個你會有 像這個瑞宇 瑞宇已經在創新低 它本益比很低 股息質率也很高 但是它已經在創新低 代表的是籌碼鬆動 好 那另外像這個 蓮永也是一樣 應該很多人手上都有 它也已經在創新低 去年配發的滿不錯的 對 好 那這個狀況就是跟大家談到 像這種高價股的一個籌碼鬆動 它已經持續出現擴源現象 我們再看大家比較不熟悉的 不死心是不是 傳產的高價股 傳產的高價股 像如虹 如虹原本也是很穩定 很機優的 最近怎麼急跌得這麼凶 整個籌碼鬆動現在也出來了 像這個保雅 保雅之前也是很穩定的 但現在也已經出現了 股價要斬的狀況 我想我帶大家看這些高價股 要跟大家提醒大家一個趨勢 像這些之前大家市場索碼 也就是未來情景看得很好的 那當這些法人索碼 它的股價就不容易跌 但是今年以來出現了這種現象 大家要去留意 就是法人的持股已經開始鬆動 所以高價股 我是建議大家 只要你沒看到聯發科重返千元 你都要小心 反彈的過程不要去搶反彈 好 剛才老師 對於風險做了很多的提醒 大家如果對於老師的操作 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夏老師的QR Code 老師很多的個股的一些 分析的過來方向 我歡迎這邊跟大家來做解說 那老師明天的關盤 重點有哪一些呢 明天你要 如果行情要有一個直穩轉強 你至少台積電要重新再回590 那聯發科 590 對 聯發科你要守穩 今天的低點950 不能再破 再破那個多方缺口 可能就要封閉掉 如果他再破950 多方缺口補了之後 高價股可能會更危險對不對 對 那個下落的趨勢 可能也會再形成 天啊 那另外的話 這個族群 它今天都是一個開低最高 那今天有沒有一點那個 舊價的味道 有此別 但是明天要轉強 明天不轉強的話 行情可能會再往下落 老師是說 貨櫃三雄還整個行員 以貨櫃三雄為前 對 以貨櫃三雄為前 如果說明天他有機會 再走強的話 可能行情還有一點點的希望 對 轉天上就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甚至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